好,相信大家都已经拿到助教发给同学们的课程大纲跟说明 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看这个学习的课程里面 我们该做哪些主要的作业 好,刚刚第一周呢是准备周,我们已经讲过了 第二周到第五周,当我们在看Academic Reading的时候呢 这四周里面同学要做四篇阅读练习周记 好,那这个作业assignment要怎么做呢 等一下老师会再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解释 好,week six to week nine,第六到第九周 我们在做listening的时候呢 同学们要教的作业是四次的听力练习周记 占全学期的10% 第十三周,十到十三周做speaking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四次的口说语音测验作业 好,十四到十七周在做writing的时候呢 同学们要教的是四篇图表分析跟议论文的写作练习 好,那最后十八周已经讲过了 是我们的全真模拟考 那其中考第九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听力测验 好,那这个学期同学们学期末的总成绩里面呢 我们是有参考你每一周在线上签到 还有面授教学的出席和课堂参与的表现 好,这全部呢就会构成你学期的总成绩 好,还有两次的线上分组讨论 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做说明 好,现在呢,first thing first 最重要的事情是请同学们先试着登入我们的群音网 然后呢找到雅思英文iOS101上 IDOL课程这门课 然后呢登入之后请你填写个人的名片 中文英文姓名系集还有电子邮件信箱都要请同学们填 填写清楚 好,这边多做一下说明 同学在填个人名片的时候呢 请你要注意件事情 把中文的全名填在前 然后呢夸胡里面填你的英文名字 因为呢之前我们的经验是 很多同学呢在写你的profile 在填个人名片的时候呢 同学们用的是小名或是昵称 好,那这个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的作业都是交到网路上的 那如果你没有用你的中文名字 中文全名或是英文名字的话 对老师和助教来说其实很困扰的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交上来的作业是哪位同学交的 好,所以呢等一下呢 请你再填写个人的名片的时候 请你务必把中文的全名填在前面 然后刮胡里面填写你的英文名字 除了这两个资讯之外呢 还要请同学填写你的email 就是你的电子优线信箱 还有你的戏集 好,现在呢也是轮同学开始做这个动作 请助教帮忙大家登入群音网 然后进入课程的网页之后呢 让同学填好个人的名片 有问题请你马上请教助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